小朋友 接下来我们要学习两个前鼻韵母 安和恩 鼻韵母就是有一个韵母和前鼻音或后鼻音组成的 由于发音的时候气流必须要经过鼻腔出来 所以呢也叫做鼻韵母 安是前鼻韵母 发音的时候先发阿的音 然后舌尖顶住上牙 舌尖的牙齿背部让气流从鼻腔出来 安安安 请跟我念 安安安 安安安 安可以自成音节 也可以和其他育母一样和生母相拼 比如 波 安 安 这个音节怎么读 安 好 现在来看看还有哪些生母是和安相拼的 大家来看一看这些音节有哪些生母是和安相拼的呢 还有 有波波波摸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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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,接下来呢,我们来看看另外一个笔语母 n,n这个笔语母啊,发音的时候先发呃的音 然后舌尖顶住上牙齿背部,让气流从鼻腔发出来 请跟我读n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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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可以自成音节 也可以和部分生母相拼组成音节 好,请大家来跟我读一读 奔,奔,奔,开,闷,闷,分,分,能,难,根,干,坑,看,很,很,很,温,弯, 温和弯一样都是自成音节 好,接下来啊,老师在这里呢,还有四个音节 请同学们来读一读 谁来读第一个 我们 我们 我们是轻声对不对 好,再看看下一个 很难 很难就是不容易的意思 好,再来看看第三题 老师 嗯 是什么 是不是满分 对,要对自己有信心 你现在不是得了满分了吗 好,再来看看最后一题 完蛋 请跟我念以下的音节 篮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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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鱼伞 鱼伞 客人 客人 树根 树根 各位家长 安和N是前笔音 要注意孩子发音时 舌尖是不是碰到上排牙齿的背部 音一定要发得准 要不然分数变成风速 船上变成床上就会闹笑话了